走在京都街头 新旧文化并存 连锁服饰店便利超商 少了突兀感 原来京都市规定 招牌看板必须符合和风 原则上采用茶色 乳白色等低彩度的颜色 否则必须拆除 还会被处最高新台币 14万3000块的罚款 京都努力多年保留古都气氛 成了台北市最好的借鉴对象 大小颜色规格通通不一样的招牌 可以用来吸引消费者目光 但无形之中 却破坏了迪化商圈原本的老店特色 迪化街虽然十多年前 曾推行过统一招牌 但近年来随着新店面开幕 整条老街浓浓商业性 台北市长柯文哲 这被网友戏称的中华民国美学 市政手术刀将割下中校西路 迪化商圈的五花扒门招牌 还原真实古早味 重新再改 做新的统一规范当然是好 看起来会比较完整 只要不要我出钱就好了 其实一个规格就好了 不要太硬性 你太硬性的话变成 怎么讲 就没有那个什么特色 迪化商圈一百多家店 每栋建筑物本来就各有特色 市府高唱城市美学 业者大多乐观其成 不过钱从哪来可是大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行锁整体的历史风貌 街区过半商家以上的同意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来演绎 每一面广告物有两万元上线的补助 政府带头先行 但如何保有长远延续空间 不会只留于一次性改革 行促台北城市文化成了首要课题 记得让视频下方台北报道